再看到房市交易 台北 桃園以及台南三都地震局 公布了五月份买卖移转动数 买卖移转量合计是达到了 一万零八十五栋 年增百分之二十二点六 其中台北市两千九百六十六栋 刷新了台北市近二四个月的 单月新高记录 虽然在台积电设厂效应之下 带动了包括南科 嘉义 还有高雄等地区的房市需求 不过有不少民众就觉得 南部家乡的房价是长得太凶了 在资金充裕者情况之下 出现了转往北部买房的现象 方正的格局大面采光 而且超大后阳台让晒衣免烦恼 这个位在北市内湖区的物件 不但锦铃 公园以及捷运站 一旁还有明星学区 生活机能相当成熟 尤其房市延续去年底 热露的买气 在资金充裕下不少南部人 开始北上买房 不论是工作就位人口 然后居住环境 都已经成型 你没办法去想象说 它的涨幅的空间到什么 什么天花板的位置 但是基本上只要在北部 就不会没落 台北桃园及台南三都地政局 公布五月的买卖移转动数 均呈现年月双增 合计三都五月买卖移转量 一万零八十五栋 月增百分之十六点八 年增百分之二十二点六 单月破万栋的表现 为近十一年来五月同期新高 其中台北五月买卖移转动数 两千九百六十六栋 刷新台北近二十四个月 单月新高记录 在台积电设厂效应下也带动 包括南科嘉义高雄等地区的房市需求 也吸引不少北部客道南部买房 形成新南向 加三万单六百八百左右 可是我上一次经过的时候 它已经就是涨到一千八 高科技产业会来高雄设厂 当然势必会带动整体的发展 房价的部分可能是涨幅也太大 因为跟我们自己在地的薪资水平来说 相差落差很大 张旭兰认为从去年下半年至今 市场买气延续近一年的荣景 购物需求已有相当程度的消化 供不应求的情况越来越显著 未来交易量可能会因而压缩 加上房价走高 可能都会拉长消费者购物的犹豫期 记者综合报道